又来到我的大豪宅了 结果我们得到这种密码人家挂了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大豪宅现在装到什么地步了 我已经转了一圈了 好久没来 我感觉这个变化好大 而且就感觉完工在极了 现在还有两个工人师傅正在装这些定制家具的柜子 然后现在大家从客厅开始参观 现在小郭站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南阳台 然后往里看这就是客厅 那边是餐厅 客厅的这段部分我们计划是放沙发的 然后这边就是电视桥 电视桥选了一个调色 对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 深蓝色 然后中间这边都有白的 会有一个好像是装饰面板 会有一个面板的位置 还没有装吗 嗯 一会我们就要去看沙发 把沙发一选定 把插机一选 电视桂一选 哎都感觉可以躺着看电视了 对吧 鞋柜也已经好了 师傅正在装拉手呢 然后看着我本身去把鞋柜做到这个一支 但是顶上不是有大梁吗 所以鞋柜面积相对小一些 但是打开之后也能放好多东西 而且这个颜色啊 小郭选的他特别满意 哈哈哈 餐厅位也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整个这个造型是我设计的 我选的我调整的 然后颜色还是小郭选的 两边呢都是这种玻璃的展示棍 呃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些收纳的 我还挺满意的 这种金字卡造型 我选的用 哈哈哈 一进门的这个最小的这个卧室呢 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了一个书房 啊 这就是一个书柜或者叫储物箱 呃 这里面放一些展示的东西 然后里面全是什么呢 我们到时候计划在这儿放一个书桌 然后往这儿一放 然后一些的展示棍粮啊 什么的东西 都有一点书呢 这边经常拿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没有装拉手 这是一个小一点的衣柜 其实 一个衣柜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来了人了 然后这一间房 要把它当成卧室的话 这儿 开着一个小衣柜 呃 把书桌一桌 这儿整个床就行了 然后墙部呢 我选的这都是小锅选的 然后我们没有打那个花纹 摊出来 我觉得挺粗的 还挺好看的 厨房也基本上都是贵子 就是 铺柜已经做好了 食材还没有来还没有上 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个集成造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出烟口再下来 上边你就整整齐齐的做一些柜子 这块少一边柜子呢 这边一定有柜子是吧 有柜子 好 反正我们看材料也来 先来我们中间的小卧室 这是我跟小锅住的那一间 呃 为了区别于买的成体柜子 成体的柜子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 又那三床都柜 又跟柜子是一起的 然后整个造型会更 于是重不同一些了 到时候这儿是一个108成2米的床 简简单单单的就是这样 然后小锅就是墙主也是 选择了一个床头的跳舞 让这个房间 色彩丰富一点 然后年轻起来 整个柜子也是 挂一群什么的东西吧 我比较喜欢这个吧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卧室的这个卫生间 然后这个卧室这个卫生间没有窗子 所以采光不太小 浴棍已经到了 都已经装好 而且已经有水 我们呢 买的淋浴花 散呀 马桶也已经到了 还没有装呢 一装就不好了 这个是主卧 就是我爸妈他们住的 这个是用心设题过的 因为结合我爸妈他们的生活习惯 年龄大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愿意 就不愿意拌身一月 所以很爱收拾 就给他们坐在卧室里面 坐的柜子也特别的多 因为他们这个房间最大的 柜子一坐 然后这个地方安排一个大窗 这有一个台面 两边的床柜柜 像他们一都有了 整个全是柜柜 收纳他们 舍不得扔的 所有东西 都给他收拾到房间去 这个 就是我爸妈他们的那个卫生间 然后 我爸妈他们 给他们整的是最先进的 智能剂 智能码头 因为他们用的频率比较高 所以给他们用的比较好一点 而且这卫生间也特别的 这个就是废像的一个小房间 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客房 或者叫儿工房 其实就是个客房 没有专门的儿工房 也是 这边是台面 小孩写的后一 这是一大面的柜子 社会这个工房 转会的 整个颜色想给我选了 这是谁蓝色还是绿色 这叫前绿色 到时候床的话就 我们往那边靠 往这儿靠墙 我这里放 然后可以坐在 给这边往后到时候又起来 然后我放个凳子 在这儿呢 先做夜景 现在呢 这儿就是我们的客位 客位的门都已经装上 都已经装好了 然后这个浴室棍 是我们选的最贵的一个 然后相对来讲 可是最好看的一个 这会儿看不出来啊 脏兮兮的 啥都看不出来 这个台面你都看不出来 它现在是什么颜色 我突然发现 三个卫生间 爸妈他们的是智能镜 这个是智能镜 就咱们那个箱子 咱们那个是最便宜的 对啊 室内门也都全部装好了 所有的房间装的一模一样的门 这是小哥选的 我选的都挺好看的 还行还行 整体挺大的 家里面的这个锁 全部都选择这种静音的磁吸的 看 吸进去了 然后平时你动的时候 是没有锁舌的 整体家里面的墙上啊 外面能看到的 都是这种浅灰色 然后其实挺亮的 但是这不杂物太多 好像显示不出来 而且灯还没有到 还没有选呢 灯一装 估计会更亮的一些 然后就看起来 会更好看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离开这儿 先去装修公司把灯一选 然后再去买家具 趁着无衣有折扣干净走 我们的灯三下午 初二就订好了 就选好了 现在来再看看家具 我们看客厅家具 看了一大圈没看上 然后在角落里 发现了这么一个柜子 然后把这个柜子配套的电视柜 茶几 照片一打开 给他洗了 真的挺好看的 给他放在电视墙那边 对啊 电视柜 电视柜的左边 对吧 对然后茶几往瞬间也放一配套 这一套其实真的好看 转了好几圈 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餐桌 给我们的电视柜也能稍微搭一下 而且这个是可以放下来的 平时我们不在家 他们俩就这样用就可以了 原的变成一个方桌 我们要是回家了 他们就拉出来 我们俩回家都不用拉出来 家里人都不用拉出来 对 过年几时分 对 可以 看最后确定了这一套沙发 一眼就向上了这个 然后呢 一加三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二 一加二加三 他需要定制呢 对 这是知华式 咱也没有时效药 对老郭一直喜欢这个 之前一直没舍得买 这次 就把西安的能力在这儿一拦 给我爸我妈还没用 这个舒服 这真舒服 真的 知华式的这个公民 这个山花区 你算是这个能这么大方 刚才看了那么多的床 结果到这儿看到知华式这个床之后 我爸觉得他特别舒服 没给广告费啊 我爸是夜长的 太贵了 太贵了 其实是4000多 加床点 我觉得可以 这个价格可以 啊 鉴于我们的生活习惯 还有我父母的生活习惯 沙发床 这两件东西 我们就咬了咬牙 买了个知华式的好的 然后剩下的那些家具呢 就买了一般的吧 家具总算是买的差不多了 那就定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出发了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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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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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